現在時間10點12分 那這是我們酒店的外面 那旁邊剛好有一個GS25 這是他們的便利商店 這邊還有ATM啊 這邊剛好有一個工廠 哇一棟大樓好高 我們又來新村的捷運站 那昨天的卡還沒有退 這邊有押金退款機 那我們把昨天的 沒有方向是不是 兩張都一千 一張一千 就一個啊 一張五百 一張五百 兩張一千 那我們再去買 兩張四千塊 一站而已啊 那麼貴 他們剛剛走錯邊啊 他們這邊 操作上有一點問題 而且這個剛剛的票卡 居然那麼貴 應該是有問題的 好 地鐵裡面 底下 貨車的地方 也有賣東西的 捷運站出來 去二號出口的地方 好 我要審星卡 我要用EA馬 然後用台 用台幣的那一個 等一下 那EA馬 好 EA馬是 C 40 好 按四 金卡 對 這邊 有三台機台 機台 機台是在那裡 那我們先來這邊 用APP 這邊有一個叫 註冊卡片的功能 我來試一下 好 那我們已經註冊成功了 要方向性 看一下可不可以 那接不接受 這次 可以 那我們要存 先存一萬 是不是 從之後一萬塊 好 說明一下 我到KK Day 去買了 Warpass 這樣的一個卡片 那我們剛剛是 來這個 機台 把它先提領卡片 然後再儲值 剛剛儲值 台幣一千塊 進去裡面 但是他的money p money 就是他們的交通卡 要另外再儲值 所以我就到旁邊的機台 去儲值了 一萬塊 韓遠的 那個交通卡 到p money 那這是二號出口的 那我們 不知道怎麼走 這邊是 宏大商圈 因為他們的招牌 全部都是韓文 所以我用PAPAGO 把韓文轉一下中文 現在十一點十九分 因為我們還沒有吃早餐 那我們就這邊來吃一個東西 當作早午餐 那這邊的價錢 這個好像四千五 這個六千五 那他們的筷子是扁扁的 剛剛泡菜吃得快晚 老闆又去把它補充滿了 我們剛剛用的WAPAGO 馬上來測試一下 我們剛剛用的WAPAGO 馬上來測試一下 我們剛剛用的WAPAGO 馬上來測試一下 紅大 那紅大我們覺得 要晚上來逛會比較涼一點 我們再走去三號線 這邊是乙之路三街 走去三號線 這個都是黃毒面具 這是黃毒面具 那他們地鐵有這些設備 那這邊有一個先言書 那這邊有中文的 好逛過來這邊有一家 歐尼爾 歐尼爾在他們這邊好像有 也蠻有名的 好像是一家咖啡廳吧 是不是 啊 還要排隊 是一個韓屋的 古代建築 那把它改制為一個咖啡廳 我們現在去北村八景 好這間是一家MACHMACH 那這邊也有一家 來逛一下 建... 娘多慶 這間到底是什麼 欸 這個是 這個是遊客中心耶 我們拖鞋子進來走一下看一下 這在做什麼這樣 要上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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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上課 結果 所有的都沒有了 好可惜 好我們進來裡面休息好了 這一間沒人 好我現在在這個小房間裡面 好那這邊 那這邊 香香老師要去 投劍 現在有一陣風啦 是不是還蠻涼的 那通常我來丟 來 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是 塑膠的 箭頭 你看隨便丟也進 第一槍就進了 那邊是丟沙包 這個櫃台裡面 就去跟他要一個中文的 好我們剛剛所在的就是 Culture Center 北村的文化中心 好那我們再往前走 好我們剛剛出來這邊 我們 北村一景二景 我們就不看了 我們就直接往前走 走到北村三景 跟 後面的七八景 這是一架披薩 跟義大利麵 這邊的 一個樹 那應該是窯子 那這邊也有那個 紀州島的 外面是 這樣 那我們也不知道 反正以為有咖啡可以喝 我們進來 好發現他是 自住室的 我們先一杯冰拿鐵 然後一千八 然後 信用卡 那個刷刷 一樣有 這個就像那一次他們的信用卡 來 來 玩一下 自住咖啡 擺上去都不用動 他就會自動 好 那剛剛好有人已經說 熱的受不了了 那剛剛好來這邊 休息還有 暖氣可以吹 然後 再喝個冰咖啡 剛剛在咖啡廳那邊 看到北村第一景 可以看到 昌德宮前景 那我想我還是去看一下 北村第一景 北村第一景到了 從這邊可以看到 昌德宮 昌德宮的前景 大概只能看到這樣而已 只看到裡面的一些建築 的屋頂 走從小巷子裡面 進來 這邊的小巷子 其實都可以亂逛 那就看到很多傳統的房子 這邊有一個 共同體 畫廊 還有書房 韓屋中心 所有韓屋中心 我們進去看一下 它就跟剛剛 那個文化中心很像 裡面的樣子 後面的一個小花眼 還有 這一個 他們專門在做泡菜的這一些 旁邊這邊還有一間 蠻漂亮的 用密碼鎖 這邊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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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密碼的 因為太熱了 我們再買一杯 然後就拿著走 順便再繼續逛 不然在這邊停太久了 我們到二樓看一下 看到有人從二樓下來 好香喔 這個剛開業 這間剛開業不久 哇 剛剛都不知道 應該上來吃一碗 這邊還有 好多 這是一家 教會 這邊還蠻不錯的 除了熱之外 這叫櫃洞街 接下來這個叫做 櫃洞培蓮故居 櫃洞培蓮故居 等一下 飲料不能帶進去 這邊 小小間而已 這邊是廁所 多櫃子 這是一個畫廠 韓國的Picasso 解構 解構 現在過來有一個 白象金色 看一下 市民殘訪 應該是不能進去 但是外面可以 稍微看一下 白象金色 的對面這邊 也蠻漂亮的 我們來逛一下 我們來逛一下 鹽堂 這邊應該都是豪宅 這裡長海 什麼東西啊 天下大將軍 地下女將軍 好這邊是中央高檔學校 那往右邊去就可以去看第二景 上坡現在又下坡了 這邊應該是昌德宮的後面 那我們去看一下昌德宮到這裡 那這邊是一個 這是廁所 這是廁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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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也是這一間 昌德宮的圍牆 那再往後面這邊看一下 也是麗春大紀 他們都在門口 立了這兩個門簾 這邊在掌修老房子 那這間是 看不懂的字 那公平應該是在這裡的 公平應該是在這裡的 這有多隻鴿子 繞到最後 走到這一間 剛剛有看到一個老太太進去 這邊還蠻特別的 這邊是燕西洞白鴻煥家屋的故屋 這邊是燕西洞白鴻煥家屋的故屋 那這個在1910年 就回到高等學校這邊了 我們現在走往第三景的地方 北村路十二街 北村路十二街 那邊這邊也是一樣跟剛剛一樣 廁所在這裡 這邊可以看到眼方的 那個手櫃台 剛好正 正前方 這一間樓是要做文鄉樓 這邊可以看到文鄉樓 第三景這邊走完了 我們又要去看第四景的地方 按照慣例 先來買個冰箱貼 回去當紀念 往裡面一點 這邊馬路走進來 哇 這邊就開始很熱鬧 很多人 很多穿 穿的 韓府的人 很多 這邊都一直上坡上去 是韓村 北村第五景的地方 那這邊好多人的排隊 這邊就好多人 那是空車喔 哇 現在這邊這麼多人 這麼漂亮 往上 往上 走看看 哇還有一台重機來的 一樣 都還有住人家 很保持安靜 這邊是第六景 這邊是第六景的地方 我們再往上去 接下來走到北村最高的瞭望台 接下來走到北村最高的瞭望台 這邊就是北村路十一街 最高的瞭望台是在這邊 這邊有一個 古火書堂 對 又回到剛剛那個 這邊是六景 剛剛那一條街是六景 那我們走過來這一條街 是七景 北村七景 這邊好多人 等一下我們走這條街下去 接下來是 北村七景 這條街 這邊是一家餐廳 這邊是一家餐廳吧 這邊是一家餐廳吧 裡面都是蠻高級的 這邊也有一個 他們都 歷村大吉跟建陽多慶啊 他們每一間幾乎都是寫這樣比較多 又回到六景這裡 下去就是五景 搬到人生雞 百年傳統生雞湯 我們進去教育館裡面看一下 這邊有一些古代的 還有一些現代的 樂高寂寞 以前的健康檢查 還有上課的情況 那這裡面是高中的 再升起這個情況 06年到1948年的 課本 那時候你看都還是用 中文字 那後來就是全部 都沒有中文字了 那邊有國語讀本 蠻好玩的 不知道他們的國語讀的是 韓語還是中文的 這邊有一個 彈記 4285年 他們為什麼用彈記來紀念 4290年 這就相當於1957年 來看一下 彈記是 韓國神話 可能 的一個基準紀念 的一個基準紀念單位 所以也就是說 韓國他們應該有4000多年的歷史就對了 這邊已經用到昭和了 應該是日記時代的 這邊他們也是讀 旦旅夢展 大寫春秋 周映 內村的那個 對啊 我們來這邊拿了首爾的 旅遊紙 跟地圖 這邊有人在拍這一間 很多人走到這邊裡面進來 那我們走進來看一下 這邊是一個東夏京社 這間是韓國的警察局 這麼小間 這邊可以走耶 看到很多人從這邊走出來 旁邊那邊應該就警符宮 對面那邊就是警符宮的圍牆 因為我們十幾年前有進去 這一次我們就不會再想進去 我們走到三清洞 這邊是三清路的街景 來到 三清路的片麵湯 裡面這麼多人耶 剛剛以為沒人 我們現在在這個叫做三清洞的麵片湯 他一般的麵是 就是這一個麵 麵疙瘩 剛剛笑了一跳 以為一人份這麼大 所以趕快叫他說 叫一人份 他說這個已經是兩人份的 所以還好 這個片麵湯 其實就有點像麵疙瘩 好 那這邊已經有很多人了 休克滿了齁 每一餐一定都有泡菜 我們走到警符宮這邊來了 好 那我們等一下來體驗 坐一下 公車 體驗這邊 體驗這邊 好 體驗 在那裡的那裡的 要不要見到沒人 外面是靜符宮 建村門 靜符宮的外牆 裡面是靜符宮 跟民俗博物館 很多人在這邊下車 有很多人上車 這邊就是人事洞 那這邊應該就是安國路的那個 地鐵站 我們剛剛就是從這邊下去 去 北村的 那這邊是他的另外一面 應該南邊的地方就是仁氏洞 這邊應該是青西川 之前以前來過青西川 這一站叫福山 那一條有啊 那厲害 來順便來看那個奧運的比賽 剛剛看了桌球韓國團體贏德國比賽 那我們上來看一下上面這邊是幹嘛的 這是一個小公園 接下來我們要走去明洞 看著導航才會走 這邊是首爾爾塔 拍一下照啊 剛剛那邊有一條 好像六號出口 然後有一條是漫畫巷 一直走 就可以走到首爾塔 這一家是四中酒店 這邊還有警告 幾百人住的四中酒店 只有一個夜間人眼 這台這邊車好奇怪的車喔 上駕駛的嗎 對啊 裡面沒人嗎 啊為什麼一個攝影機這麼大 剛剛這是一台警車 對啊 看到很多家Mega的Copy 那MegaCopy 是韓國人最愛的咖啡廳 第一名 那他售出1.7億杯 美式咖啡 年宵 是1.7億杯 是年宵 那他是算是平價的 平價咖啡 那這是另外一家電 視頻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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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可愛的啊 蛤 蠻可愛的 看起來彈性好不好 真的差不多啊 整個弦性好不好 緊張 整個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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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看一下,因為到時候 我們還要再去釜山 那就到這裡有就好啦 這裡都一樣的啊 五包三萬啊 一整排都是耶 那一整排都是人 這個好酷喔 早上我也是收到安全警報被叫醒了 後來發現是一個人失蹤 那我們等一下再查一下這個是怎樣 這邊剛剛的那個安全警報是北韓 那個垃圾氣球 就是叫大家要小心 這邊也有 中間也很多都是賣吃的 那邊看啊 Walken House 說已經看到很多間了 所以決定進去逛一下 應該也是賣一些飾品 他說來一定要逛的 來一定要逛 那個Gentlewoman Gentlewoman 去看一下 跟那個Gentlewoman的感覺有一點像 跟那個Gentlewoman的感覺有一點像 還有二樓 這邊是大鏡子 去二樓看一下全部都是白色系列 白色系列這樣可以看一下 這樣用一邊鏡子把整個空間都變得好大 過來Oliving Young 是大家必放的店 這個是內裝 V7 Mark 那裡面賣的是很多運動品牌的鞋子跟運動服裝 整個都火燒起來了 這邊很好吃一個廣場 雞蛋麵包 這一個飯殼它會打開耶 差一點點 就忘了下車 時間9點21分 我們想要去那一家現代百貨公司看一下 因為我們打算明天早上不要這麼早 不要這麼早出門 所以我們來逛一下 順便買一下明天的早餐 那家現代百貨好像是關了 關店了 那這邊有水果我們等一下在這邊買一下水果 賣點多少 回到我們飯店的這個超商 我們去買一下明天的早餐 我們去買一下明天的早餐 去買一下明天的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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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買一下明天的早餐